我拿一下我的颜色的工具 我有一个简单的调色盘 这个调色盘跟了我很多年 充满了成就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调色盘 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盘很深 深的话你可以装很多水 第一步就是从天空开始 对有可能因为它是最大的面积 我通常会用这个然后把 卫生纸抓在手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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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笔的好处是你随时要用多少水你就自己挤 好 就是说我想把它挤多一点 挤一下 水就多一点 然后一面画的时候你也可以一面的再加 再加 比如说我现在想用一个蓝的概念来表达天空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好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会 大面积的我会用这支我刚刚讲过最大的一支笔 去把大概的 纸先染一下水 纸先把它水先涂上去 其实速写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作品很快 就把它颜色或者整个都画完 所以如果一开始掌握到比较快的快速上色的方法的话 其实会让你速度会增加快很多 好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上色了 好让这个水上来以后啊 其实 可以让它比较 小面积或者大面积的上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断 你想怎么表达都可以 好 当你觉得你想表达这样的云啊 你刚刚的云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有地方深一点有地方浅一点 碰到一点点那个树没有关系啊 因为 大家知道绿色就是 黄色加蓝色 就是绿色所以 你蓝色的天空碰到绿色的树啊 就是 不要紧 不用害怕 好这边也可以上 你可以让它自己去 对 让它自己去渲染 好到最后的时候 让它稍微淡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再挤一点水出来 好这时候你觉得如果说 到这个时候天空你想做一点点效果 也可以啊 就是说你在这里 加一点点 匀 不过通常匀应该是 比较是 横着走啊 所以在 做这个匀的时候 通常是记得是 匀让它横 横着来 好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你让匀稍微横 你让匀稍微横 所以教授 你现在基本上 已经离开了现场 所以你就看到印象 对 按照印象 对 那如果不在现场的话 你就可以看你现场的样子 但是也不见得完全要一模一样 没有说一定要一模一样 那 这个匀的 这种做法的话 我会让上面 更 白一点 下面 稍微 压一点点就好 让那个匀的感觉有立体感 比如说我在这边做匀 下面让它稍微淡一点点 上面让它深一点点 这样子遮起来 这样看起来 云就会比较像 有些是让它凸出来 所以我可以让你先记录这个步骤 好 让这个匀的概念让它出来 那最好有一个方向 让匀 这个匀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不要让它从头到尾 从左到右都是一样的蓝 变化就比较少 让它的颜色集中在中间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让它淡一点 好 那在画匀的时候呢 这边要等它干 在等它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上一些其他的颜色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上色的层次 有没有说 左上右下 还是一个基本的 倒没有 不知道 想到怎么样 就怎么样 蛮 蛮随性的 对 还是用颜色来 对 那种颜色 对 我会用同样的一个颜色 先让它先上来 好 然后 其他的 比如说我要画树 树的地方 比如说 先让它有一个颜色 压底 颜色不要上满 好 因为这样子比较快 这样子上色的方式比较快 那同一种 同一个地方 让它的树的形 大概 或者颜色 让它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树 让它颜色不一样 好 譬如这边的树 我觉得它是 稍微不一样的颜色 有了 可以 就把它 Jesú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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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也是一样了 就是讓它用層次慢慢慢慢的上 先上第一層 然後待會再上第二層 下面的顏色要什麼深一點 一般來講是 因為光從上面來嘛 所以上面亮一點 下面就會因為光被遮掉的關係 就暗一點點 我們可以把那個稍微往下一點點的話 它那個顏色會往下流 那流下來的話 你看這邊就會比較暗 用這樣的原理 我們去上一些其他的色彩 因為剛剛已經上了那個黃調 所以在黃色上面還沒乾的情況下 補一些藍色進來 它就會變成綠色 顏色不用上的太多 因為有點淡彩的概念 所以在概念上讓它舒服就好 就不用說跟那個石井這樣一模一樣的寫石的感覺 我們可以在樹上加一點花 像鳳凰花一樣 也可以啊 等它乾 等它乾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乾的情況下 就不適合它 或者你原本就有計畫的話 你可能要用那個 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 類似柳白膠啊 或者是別的方法 或者是你最後用白色廣告原料 去把它點上去 當然有一點點 其實這個可以用這個 爛筆頭還有一個好處 就把它頂一下 它自然就 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它自己 它一樣也會流 這等於上了兩層 樹還可以再多上幾層 完了以後大概去抓一些 房子的色彩 但是色彩 房子色彩 建議大家不要 不要那麼寫實的去把 每一個房子的顏色畫出來 它會變得很凌亂 它會變得很凌亂 所以那個顏色最好是 譬如說黑白掉就好 讓它的顏色比較簡單 但是要抓到明暗 譬如說這個面 我們知道這邊有一個面 這邊有一個面 然後有兩個面 那這個面讓它是 譬如說它是暗面 這個面是亮面 我們就掌握到亮面與暗面的概念 好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譬如說 我會建議 上一個黑白掉的概念就好 黑白掉概念怎麼上 就是很簡單 就是 我會建議譬如說 咖啡色加藍色 咖啡色加藍色 它有點互補色的概念 互補色 一調起來 它就會變成黑色 這咖啡色 咖啡色 咖啡色 有沒有咖啡色 加藍色 去調起來就黑色 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去上 那如果太黑 你會加一點黃色嗎 呃不要 加 水 好譬如說 我讓這個黑色是在 是在這裡 那刻意的讓它有一點點乾的感覺 有一點點效果出來 好 讓它有 有一點點 房子是老房子的味道 好 把這個概念 先大概先抓一下 就是 暗的亮的 譬如說 在這個 超商裡面 顏色 顏色 暗一點點 因為 上色 盡量是快一點上 所以 呃 就不要 不要搞得太細 沒有關係 那暗的地方 或者是 陽台下 招牌下 讓它都是比較暗的 其實大致這樣抓的話 其實 呃 亮布的顏色就可以 上的比較少 亮布也讓它留一些紫的白 也是很 很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通常上 暗面 所以我們通常上 暗面 那以這種情況 我們是不是先造一張相片出來 來參考一下 呃 當然可以啊 但是不要太像 我覺得 對 我就怕你 除了攝影後 變得太漂亮 哈哈哈哈 很會喔 在 你看像這種 調出來的這種 顏色的話 它雖然是黑喔 但它不會髒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點是重要的 所以它雖然是黑 可是它不會髒掉 所以這個是 可靜的 像是黑的 姜 因為窗戶會反映天空的藍 所以可以在很多有窗的地方 帶一點點藍調 這個顏色最好上的時候 加一點點水分 讓它的變化多一點 有一些乾筆的概念 跟一個光影的概念讓它上來 但是呢,玻璃不要讓它都同一個顏色 所以有一些深,有一些淡 這樣看起來太漂亮了 我們都會看人接著 哈哈 因為我們用了很多 剛剛有用了藍和咖啡對不對 所以我們繼續的多用藍色和咖啡色 其實它整個調子就統一 但是我剛剛看郭老師 他用好多紫色 紫色是要畫影子的時候 我會建議最後再上 最後因為你要帶樹影有沒有 樹的影子,地面的影子 那個影子那個最後再來 那所以在概念上呢 就是其實 就是這幾種顏色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現在已經畫了 感覺其實我覺得差不多了 那你其實可以加一點點其他的顏色 在裡面做點綴 比如說 我在這邊有一點 黃的調子 在裡面 這邊有一些什麼其他的顏色 好 這個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點綴的概念 所以 其實不必畫滿 對不對 對,不要畫滿 像這樣子有一些 有些留空 其實是反而比較好的 對 而且也不要寫實 唉 不要太寫實 可是每畫都不必寫實 不必寫實 對 不必寫實 看這個畫好像在歐洲的樣子 那把它立體感 立體感做出來 對 不像在大龍東 好 那個立體感做出來 你看 有一些色彩的補牆 那很多的顏色 你覺得 唉,我想讓這個 作品更 更豐富一點 你就可以加一些別的顏色 比如說 唉,加一點紅的 加一點 紫的 都可以 好 反正就是 在概念上呢 其實是 可以有很多的 色彩上面的變化 你可以自己去抓 隨時 掌握到顏色的濃淡 找統一的調子 顏色不要太複雜 好 其實也差不多了 好 好 每個月 都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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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店裡 都不停 都是不停 那種 店員 都不停 都不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像有些颜色到最后的时候 再去修一些它的影子 其实这张画面就差不多就要画完 人要上 人最后最后再去点缀一下 再去点缀一下 好 如果你畫到一個情況下 然後你覺得說那個樹我還要再增加一些色彩的時候 其實建議大家先加點水 讓這個樹再加一點點水 因為它已經乾了 尤其有燈光在這邊烤 一下就乾了 所以 加一點水 加完了以後再去上它的顏色 一樣帶一點那個 帶一點斜度 好 一面上的時候不要忘記一面要擠 擠顏色出來 擠水出來 讓你的樹的層次更多一點 好 還是隨時不要忘記 那個光從哪裡來 光從左邊來 所以右邊上的顏色層次更深一點 好 這樣上差不多了以後就可以開始上最後的一個步驟 就是去找哪裡還可以再增加你的色彩的豐富度 比如說人的衣服 穿格子裝 或者是有些人穿 某種 某種顏色的衣服 你可以自己去想 可以去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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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先這樣子 好 差不多 可以做個結束 最左邊那個 這裡嗎 建築就不擺到 對 這邊不要理他了 因為就剩一點點東西 那個 有時候留白反而好一點 大概最後就是修一修 一些東西可修可不修啊 就是 覺得 怎麼樣的效果比較好一點 就加一點 加一點點變化 或者加一點點色彩的豐富度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好 這邊可以加一點點東西 加一點點色彩 補一點點東西進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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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差不多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